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胡百敬 今天为各位介绍Visual Studio 2012 Applic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 在提供一系列的Handsome Lab 里面的透过Intellitrace和Visual Studio 2012 可以用来侦措线上系统所发生的bug或者有任何的issue 那这一套Handsome Lab你可以在这个网址 或者从你下载你所看到的这一个video的位置 应该可以看到相关的说明文件 那在这一个网站上面 它本身就提供可以下载你直接用来做练习的整个Virtual Machine 那你就可以透过Hyper-V的机器 不管是208R2还是是Windows 2012的Hyper-V都可以来使用 那什么叫Intellitrace呢 这个是在2010的时候所提供的Visual Studio 2010所提供的一项功能 那它可以让各位直接收集你用程式 用当内开发的程式所触发的各种事件 那尤其是如果有任何exception的事件的话 有这种例外的状况的时候呢 可以搭配你的程式码来检视你本身应用程式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但是在Visual Studio 2010的时候 你要去收集线上系统的所发生的exception 这时候你可能比较麻烦 就你必须要单独copy你的这些Intellisense的程式 那去写一些相关的一些batch的script 或者是你直接透过安装Visual Studio 但是现在系统可能不允许你这样做 所以在2012的时候呢 微软直接可以让管理人员透过网站下载 所以你可以直接去download这个Intellitrace的collector 在Visual Studio 2012的版本 那它单独下载完之后呢 它直接就可以解开 那解开的目录呢 大概就会像这样子的一个 Intellitrace像这样子的一个档案 它其实它是直接把它压成一个Cabnet的 而它这里提供的这些内容呢 是直接可以透过PullShare的指令来启动 所以你可以来执行PullShare来叫起来 然后来追踪你的线上系统 就是当内开发的这些应用程式呢 所触发的各种事件 那在我们今天呢 主要就是来demo给各位看 也搭配这一个Hands-on Lab 那你可以在你的线上系统 透过PullShare 叫起这些Intellitrace相关的module 然后执行收集的动作 之后呢 练习我们透过Visual Studio 2012 开启你所收集到的iTrace档 来看你的程式 到底哪里有问题 OK 那我们首先就利用在这Lab上面 已经提供给各位的一个环境 所以在 我们这边先开启Ie 然后呢 我们就利用它所提供的系统 那在这里 它是一个让你的客服人员 可以来看你的Customer的客户 所要求 所提出的一些服务需求 那假设计程式执行到某一个选项的时候 突然出错了 那当有这样的错误的时候呢 在以往 你可能就会变成回报给 你在Developing或Test Team的工程师 但这里有一个麻烦就是 它这其实是线上系统 而这个Bug它其实是故意的 就是从资料库读取资料的时候 有一些问题 可是你线上系统的资料库的资料 跟你Developing或者Testing环境的资料库的资料 可能不尽相同 所以你线上的资料 所形成Bug 在你的开发测试环境 不见得会是Bug OK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利用Intellitrace来做这样的事情了 那当我们要使用Intellitrace的时候呢 你首先先从微软下载了 刚刚的 Intellitrace的CabNet 那接着呢 你就可以开始来进行收集 但是在收集的时候呢 我们会需要把档案写入到我们需要的收集的目录下 所以像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建了一个目录叫Log File Location 等一下就把它写到这里来 但是你要小心的是 我们现在Intellitrace其实它是去跟 ASP 端内 比如说写的Web 网站所绑在一起 所以那你Web 网站的应用程式 要能够写档到这里面来 那Web 网站它所用的身份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我们等一下要练习的这一个site 它所使用的这一个Application Pool 其实是这一个 那这一个它的身份上面的设定 你如果去看它的identity 它用的是Application Pool Identity 那意思就是说 你实际上在看这个应用程式的时候呢 它所使用的身份 就是这一个虚拟账号 就是IS所帮你建立的虚拟账号 所以你现在实际上要让它能够写入的时候 你必须要在这边先设定它的安全 那你要去设编辑的时候呢 你要去加一个App Pool 然后后面写线 然后这一个名字 然后赋予它可以对这一个目录 可以有写入的权限 那这样你的在Intellitrace在写东西的时候呢 才可以有权利写到这边来 OK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启动Intellitrace 所以它这边是用PowerShare来启动 所以我们这边先开启PowerShare 所以我们在PowerShare的这个Module底下 那我们先进入到我们刚刚所实际上解开的Intellitrace的目录 接着你可以直接去载入这一个Module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解开是解在Intellitrace的目录下 然后我们要的是这一个 我们需要它去收集Intellitrace的PowerShare的这一个DLL 所以VisualStudioIntellitrace 然后我们需要的是PowerShare OK 我们需要的是这一个 那到我们今天再载入这一个答案之后呢 那其实你就可以来看说 我们现在到底这里面有些什么样子的内容 所以那你可以直接去利用PowerShare的指令 那你可以来查询说 我们现在到底有哪些GEO的指令 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直接来敲一下 所以那我们在这里假设我要get 跟Intellitrace相关的这些Comlet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已经帮我们 撰写了这些相关的Comlet 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在Comlet的指令呢 来去开始我们要录制相关的事件 或者是呢我们结束我们的录制 那如果说你这样去直接开始录制的时候 我们用的指令是 StartIntellitrace的Collection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知道这个指令要怎么下的话 你一样可以去利用PowerShare 然后呢去查一下这个get 我们查一下start 因为我们等一下就要用这个指令了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利用它来去开启收集 Intellitrace所要指定的内容 那么实际上我们要 如果真的要开始收集的话 所以我们startIntellitraceCollection 然后呢我们要收集 刚刚的FabricCAM 我们的这一个Fiber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一个网站的application pool 所以我们要收集 也就是它这样绑在这一个网站上面 针对它的SB.NET相关的内容 可以收集各种的事件 那要存到哪里去呢 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先给它一个 Intellitrace在收集的时候 有一个叫Collection Plan 它的收集计划 那我们需要先告诉它说 我们到底要收集哪些事件 那如果你今天 还不知道要怎么编辑的话 你可以先用 再预设它提供给你的template 那你如果说你今天 想要自己编辑 要在目前为止 只能直接去编这里面的XML 然后呢你就把这一个范本 你可以把它存起来 当成你日后重复使用的范本 那微软说 他们未来会再提供 视觉化的一个编辑的工具 好 让你可以来去选择 来这一个Collection Plan 的这个档案 好 来设定哪些事件 你有兴趣要收集 OK 那收集完的内容 我们把它放在我们刚刚 所设定有权限的 这一个目录底下 所以那我们在这边 就开始收集 这一个档案了 那当它开始收集之后呢 其实它现在去绑了 这一个 W3WP的这一个应用程式 那我们就可以重新再来 让我们再看一次 刚刚的这一个应用程式 所以假设我今天在这边选择 然后再点到这边来的时候 结果没有发生了错误 所以我们又触发了一个Exception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有现在这个Exception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去 解释我们等一下所看到的这一个档案 Intelligence的档案 OK 所以当我们这边发生了这样的错误之后呢 那你可以来停掉 我们刚刚所执行的 这一个Intelligence的收集 那在停掉之前 你可以先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一个 收集的这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Status 那一样 我们要告诉它 我们要看的是哪一个收集的内容 OK 所以那我们在这边 可以检视看到说它现在已经有收集了 然后它收集的 相关用程式的ID 然后所使用的这一个 Collection Plane 以及输出档案在哪里 OK 那接着的话 我们再就可以直接把 这一个Intelligence的这一个 收集可以停掉 所以 OK 所以当我们今天 停掉这一个收集之后呢 那 接下来 当然你就会把这个档案 如果你今天是管理人员 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档案交给 开发团队 或者交给测试团队 但他们根据他们的Source Call 可以来做个比较 OK 那假设我现在已经拿到了 我是开发团队的人员 那 我有 本身在Build的时候呢 也有相关的 这些Symbol的码 好让我可以对应它的Debug 那在这Intelligence上面 你可以看到预设它是用时间来排 所以越早发生的 就排在前面 那么在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发生这些Nord Reference Exception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边 点选最早发生的这一个Nord Exception 那 你如果想要看一下相关的细节 那或者是呢 我们直接就可以点选Start Bug 或者你Double Click 也可以 那这时候 它会帮你直接对应到程式码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现在在这设定的内容上面 那 那 当我们今天有这个Nord Exception的时候 那你可以看到说像这一个 它的 实际上它的设定值上面是Nord 所以我们刚刚在 实际上取得资料的时候 就发生了刚刚的这一个例外状况 OK 我们这个Lab就介绍到这边了 谢谢各位